來 陸棋派 開炮 陸棋派他是真正在座裡面 受夠那些姊姊們 受不棄 受夠那些姊姊們 為什麼 因為我三個姊姊 當時姊姊連五十萬元都不願意幫我出 對 Sandy 賺那麼多錢 對 連五十萬都不願意幫我出發 這聽起來有點太屁話了 我想要抱怨的是 不管是哥哥 姊姊 我覺得他們都很愛面子 愛面子是怎麼樣 平常他好像 家長一不在的時候 他好像 弟妹 什麼狀況 你們現在什麼狀況 管你從衣服到髮型全部都要管 可是他有時候發號釋令 他也是會犯錯 我當時在台灣高中畢業 考上了美國的 Barkley音樂學校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結果 然後家人都很開心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決定說 要辦一個餐會 慶祝弟弟考上大學這樣 然後他們就辦這個餐序 想說大家難得可以聚餐 憲哥有空什麼什麼 然後結果到了吃飯當天 他們根本就沒有敲我 他們自己到了餐廳 已經開吃前菜 義式餐廳我到現在都記得 沒有約你 已經在開吃前菜了 不知道要幫你進攻 他們才訊息我 媽才LINE我 就是說你在哪 我說什麼在哪 現在是你們在哪吧 我人在家啊這樣子 他們說我們 胸腳然後沒有到場 我們在慶祝 你考上美國大學在吃飯啊 我說什麼時候決定的 你們在哪 然後到了的時候 大家就真的就繼續吃 第二道菜來了 然後我其實心裡是很不爽的 就是說今天是為我 就是慶祝的餐會 然後你們自己玩起來了 然後重點是 當老大的大姐 他就自己 他才會去主辦這個餐會 對 結果他自己就是犯錯 沒有敲我 然後一樣也打 你趕快做完 你自己拿來吃啊什麼的 沒事一樣 對 我們做一點小事 弟弟妹妹做一點小事 都被罵得跟豬狗不如 他沒跟你致歉這樣子 對 沒有致歉 豬狗不如被他罵的經驟 這個很帥耶 然後結果今天他出包 就是沒事 完全沒事一樣 這樣我真的覺得 當姊姊的 檢討一下 太可憐了 好 我們請Sandy回應一下 來 她不想回應 不想回應 她說不值得 你不屑啦 來來 窒息也有苦 我真的覺得 大姐就是 真的嗎 用這個話講 因為 最小的出生之後 她的愛全部被小的搶走了 所以你知道我姊姊是 五十五刻想要把我殺死 妳跟姊姊她幾歲 她三歲四歲 真的把妳當小三 她真的想要把我雷死了 你知道有一次 我們就在房間玩玩玩 然後突然沒有聲音 我媽就很緊張 就想說去敲門 咚咚咚咚的 就門鎖起來了 然後她就一直去找鑰匙 然後說開門開門 死不開 然後也不講話都很安靜 後來她去開門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畫面 我媽嚇死了 我姊姊拿著枕頭 悶著我的臉 然後她坐在枕頭上面 她真的是要妳死 她真的要我死 你們差一點就看不到我了 她的臉就被 上新聞了 那個再久一點的話 整個臉黑那是要截肢 對 那臉還是要截肢嗎 截肢嗎 是中式劇的那個 所以大姐很可怕 她無數可 那我過馬路我都要很小心 我怕我姊從後面這樣推 回答 每個大姐大哥都是兇手 你知道嗎 小時候我也是啊 我哥練跆拳道的 回家喔 拼你 我也沒得罪他喔 他只是為了練跆拳道喔 弟子過來怎麼樣 真的是要找一個對象練習 外面的我們又不能隨便弄自家人 買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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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都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